現在崩了啊兄弟們 說自己存款24億 他還曬出了一張長輩的日命書 你這身份我就不多說了 我今天一下午光在這思考自己存在的意義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這幾天有一個紅三代 在中國的網路上炫富 展現出自己24億人民幣的存款 並且表示自己在20歲生日的那一年 他的紅色奶奶給他1.8億人民幣 過這個生日禮金 而發文的IP 與一些過往的照片 基本上都是在法國英國或是美國這些歐美地區 那當時就有一些中國網友覺得 這可能是P圖造假了吧 來顯示自己這個家財萬貫 那隨後發表的這個抖音號叫做 東東安安的紅三代 曬出了一些自己爺爺奶奶的老照片 與各種中共高層還有將領的合照 其中一位就是開國元帥朱德 還有中共國務院的任命職位書 那現在不曉得是說 他是否為朱德的子弟 朱德的孫子或是真孫不知道 或者是說朱德身邊的那些紅色將領 的子弟兵 這全部都不知道 那這就讓小粉友破防啦 拍片痛罵 希望黨中央可以出來闢謠 如果你不出來闢謠的話 我們都懷疑人生了 前年一名論去澳洲的紅三代北極碾魚 才秀出了自己約一億人民幣左右的存款 並且公布自己爺爺應該是深圳還是蘇州 有點忘了 反正就是深圳或蘇州地方的局處長 就有這樣的貪污金額了 而這還是他公布的明面上的數字 那你說其他家族成員加起來一塊有多少 而後來啊 他爺爺也因為這個北極碟魚的曝光 而中共開除了他的黨值 把他退黨 退黨有什麼用 他爺爺已經七到八十了 你退不退 他們不在乎啊 因為他們的子弟都已經在澳洲了是吧 那你說這位在法國的紅三代 他在中國的銀行存款有二十多億人民幣 那問一下哈 他在英國在美國還有 最大的瑞士銀行還有法國當地 各別有多少存款呢 那他家族的級別肯定是 比這個北極碟魚他爺爺更大 畢竟北極碟魚他爺爺啊 沒有跟這個朱德啊 或是那些中共高層將領的那些關係是吧 那尤其是我這次見到許多中共的前官員啊 更加證實了我以前的猜測 連他們這些中低級別的都有這樣的收入了 你說中高級別的呢 復國級別的呢 政國級別的呢 上個月青島路虎女啊 三這個退一解放軍幾個耳光的那個路虎女啊 一個所謂的小三就有八十多家公司 你說那些二奶村三奶村在現在 我在的這個加州二灣有多少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人想要舔共 明明知道中國經濟已經差成這樣 但還是要舔 沒辦法 中國經濟越差那些官員其實貪的更多 你們可以去了解這個明朝末年 就是這樣啊 經濟不好我官員也不好賺 那我就是要貪的更多 因為他們知道啊 即便是分到中共的餅乾穴 也能讓他們吃飽好幾輩子 當然啊他們有沒有代價 基本上如果你不是拿中共國籍的人 你毫無代價 因為啊 你們拿的是台灣護照 你們拿的是日本護照 即便你遭到鐵拳了 你還可以退居自己拿的那本護照的國家 你還可以回到台灣 而且台灣又是民主國家 台灣拿你沒辦法 所以舔共有沒有代價 看你的身份而定這個代價 而作為交換條件啊 你們需要幫中共做些什麼 我相信這個不言而語 像上個禮拜 我跟內蒙古前中共官員做影片 他裡面提到其中一個台灣的街頭人是誰 我發現沒有一家媒體敢轉發 而沒有提到台灣街頭人的其他訪談影片 例如這個前解放軍官 還有這個天津的官員 還有這個青海前政協的影片 好多媒體跟我要 就唯獨這個 有講到台灣街頭人的啊 媒體不敢碰 可見這個事情的水很深 大家應該都心知肚明 當然私底下 我有更多的細節 我未來如果有開這個會員影片的話 我應該會講進去 台灣更多的那些白手套是誰 這些都是出自於 包含天津官員跟我講的 還有這個內蒙古官員跟我講的 其實也不難猜啦 只是我可以講出更多細節而已 而在留言區啊 由米網友表示 自己曾在法國讀書留學的時候 認識這名所謂的東東安安 他出手非常擴挫 在party的時候 經常互相介紹 經常給女生轉帳買禮物 他說他還特別去問了很多 問出來的事情 都嚇壞了他的三觀 當時啊 他認識非常多法國知名的大廚 中餐西餐的都有啊 想要吃飯隨時找他了 他隨時安排 其實他講的這句話 可信度非常高 為什麼我等一下會講 沒多久 東東安安的賬號就被給封好了 因為太多小粉紅 跟太多中國網友在討論這件事情的 那我們馬上帶大家來看一下 小粉紅逃避現實的影片吧 心態崩了啊兄弟們 網上又出來一個炫富的 說自己存款24億 他怕網友們不信 還曬出了自己的銀行卡預額 那一串數字真是看得我天旋地轉 並且他還聲稱自己過20歲生日的時候 光奶奶給他的紅包就有1.8個禮 不僅如此 他還曬出了豪宅 豪車 以及家中大量的古董收藏 你看看 全都是國寶級別的 你進博物館都見不到的那種 更牛叉的是他還曬出了一張長輩的任命書 這身份我就不多說了 真的道心破碎了 當時北極年雨說自己家裡存款9位書 我的三觀就已經碎了一地 這又冒出來一個個人存款就達10位書的 我現在已經不敢相信這世界的真實性了 我今天一下午光在這思考自己存在的意義吧 趕緊有個回應吧 最好能辟遙 告訴我這一切都不是真的 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要幹啥 唉真是 明天還得訓練 我還練個屁啊 其實屁不屁謠啊 大家心裡都明白 只是屁謠了可以讓你更加的麻痹自己 因為你沒有能力改變 又羨慕趙家人的體制 趙家人又給你們創造這種 中國人人平等 中國偉大復興的 中國共產黨照顧農民子弟兵 農民子弟兵農民工優先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 要打倒外面的資本主義 沒想到一個中共的官員後代 而且也是中低級別就有如此龐大的金額 一個村幹部、村支書、省委書記 就可以貪得如此誇張 他們及其子孫 基本上都在歐美 那你說 這一個 東東安安 他如果有兄弟姊妹 連他就有二十幾億 而且那只是中國的一個賬戶 還有他其他瑞士銀行 法國銀行、美國銀行的賬戶 加起來有多少錢 那他還有兄弟姊妹的話 加起來就是多少錢 那他奶奶的兄弟姊妹 包含他奶奶、他爺爺 加起來多少錢 東東安安的爸爸媽媽 還有他們的 爸爸媽媽的那些姑姑啊 二大神啊 三大伯啊 加起來多少錢 才一個官員的家族啊 就有可能佔掉 1.6億到2億的中國農村老人 每個月100塊推休金 可能一年的生活費了 那你說 其他的統計下去還得了 我是見識過這些中共 前官員在歐美日韓 是怎麼樣利用超能力的 讓你喜歡什麼我幫你安排 OK這些我都可以安排 他真的可以安排 這段魔幻的經歷 我有機會真的在專門做個影片 在微微到來 總之這讓美國銀行 確實讓我的世界觀 還有認知又拓展了不少 讓我以後更有這個論述 去打擊中共同路的那些舔共的 甚至無知的林之潮 傑定平總是說打貪打貪 事實上就是打不站隊自己這邊的人 打那些不遵守自己命令的那些人而已 因為每個人加入中共前 都納了投名狀 就是要貪污 哪一個中共官員沒有貪啊 我相信小粉紅自己知道 那些中共前官員跟我說 你們台灣那個貪 美國那個貪哪叫做貪啊 那個只比我們一個村支書 村幹部等級而已耶 這是你們貪的最高的喔 你們貪的最高是我們的最低下限喔 他們親口跟我講的 不然為什麼小粉紅死破頭 都想當人上人 動不動想考公務員想當官 不然就是退而求其次 進入國企央企銀行當高管 中國經濟本來就是虛的 而這些虛的就是 被這些高官給撈走的啊 你看這波A股啊 在這個明年過年左右 你看看會不會又割一茶 認知很低的人都知道要買的話 差不多要割了不是嗎 那不割這些人的話怎麼賺誰賺 你們看到時候這些錢 又有多少會流入像是東東安安啊 或是北極鯉魚的口袋 讓他們在歐美消費給歐美地炮彈 中國從地產股市包括先前的P2P 大部分都是龐氏騙局不是嗎 而且這些都還有政府來背書的吼 就連創新產業也不如其他國家 因為中國很多企業想騙補助 騙投資然後捲款跑去投資歐美 拿一個最近的例子來舉例啊 大概三四多年前啊 中共發大錢補貼晶片產業 那這些錢怎麼補貼來呢 人民的錢嘛 央行印的錢嘛 對吧然後補貼給你 希望你們可以帶領中國偉大復興 突破歐美日韓台灣的封鎖 帶領中國走向1nm晶片 結果呢大爛尾全部大爛尾 大大小小相關幾萬家的晶片產業鏈 全部倒閉 然後捲款跑路去歐美 連疫情期間啊 一堆的小幹部 街道辦書記 一些市委書記 都在當地成立什麼物流公司啊 配送公司啊 農產品公司啊 然後呢在轉賣給特定小區 然後呢中共現在還在天天洗澡你們 現在咱們中國經濟過不好 是因為歐美老打壓我們了 歐美見不得咱們強大 是日本害我們 日本見不得我們好 日本間諜又來了 是台灣還沒有收回來 所以我們還沒有辦法完成中華民族偉大福音 所以咱們現在窮 我跟你們說啦 打台灣要跨海很難 但是啊 打中南海一馬平川很近 時間到了你們自己考慮清楚 實際只有一次 到底是台灣人搶走你們的錢 還是那些錢跟子女都在歐美日韓的那些 叫你們打倒土豪分田地的那些土豪 甚至還有小粉紅說什麼呢 這一波這個洞洞洞洞肯定是民進黨是1450 放出來的風聲 唉我跟你說 說 我們根本就沒有心理想要主動去關心你們 都是你們自己先引一堆破事 被我們看到我們才去講的 真的不用去甩這種鍋 非常搞笑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帽子 下次見了 掰